煤印关系持续升温 可今年新近印度首富阿达尼 却遭到华尔街做空 资产一夜缩水300亿 近几年 美国持续打造印度制造业基地 还实施联印抗中战略 可就在今年 华尔街却一手策划做空印度首富阿达尼 印度即将面临的会是什么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当今的世界格局 基本是美苏冷战以后形成的 美国和印度也不例外 成为世界独一档的超级强国之后 美国对待世界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 对老伙伴欧洲各国 美国从之前的狗腿子变成了领军者 对待俄罗斯相比于苏联缓和许多 但仍然将其当作最大敌人 对待日韩等国则是直接强势对待 美国对待亚洲的态度 基本以打压 控制为主 这其中却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印度 冷战之后 美印关系从疏远到亲近 两国之间的合作越发频繁 2014年 莫迪当选印度总理 刚上任就向美国示好 2019年 特朗普当选总统 莫迪更是直接发文庆祝 将笑脸送到美国人面前 面对莫迪的主动 特朗普欣然接受 不仅在2020年的2月开始了印度访问 更是直接将美印两国上升到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到了如今的拜登时期 美国和印度已经在多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包括军事领域 双边贸易等等 美国在印度获得了30亿美元的军事武器售卖合同 其中不法罗密欧和阿帕奇这样的先进直升机 在海上安全方面 美印的合作就更加频繁和密切了 两国举行了军事演习 海上巡逻 打击海盗等众多联合行动 还签署了后勤保障协定 截至今年 美印已经举行交流活动50多次 美国也成为了印度自建国以来交往最频繁的国家 美印关系升温的原因是多样的 首先就是因为我国的崛起 我国在近几年的发展十分迅速 这让美国感到了危机 虽然我国的崛起 一直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欧美等国的和平道路 可美国以小人之心 还是对我们采取了诸多措施 联合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提出所谓新的印太平衡战略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我国 但每一个动作针对的都是我国 印度对我国的态度就更加无需多言了 21世纪 印度一直都将我国当作追赶的目标 在各个领域都尝试对我国超越 虽然结果不忍直视 但印度针对我国的想法和美国不谋而合 美印交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美印都希望以此提升自己的地区影响力 美国在亚洲的控制力有限 海上力量由于低岛链的存在 美国可以笑傲亚洲 但在路上就有些乏力了 而印度这些年一直都想当亚洲老大 美印目标一致 步调一致 合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在发展战略上 美国改变了原有的认知 此前印巴冲突激烈 美国不愿从中站队 一直以中立者的角色从中斡旋 然而随着印度的发展 以及我国和巴基斯坦的交好 美国发现印度能够成为 自己在亚洲的辅助力量 加上印度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 也能在产业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近几年的表现来看 美印邦交关系走向是光明的 在双方需求一致的情况下 美印关系更加紧密是十分有可能的 也有专业人士认为 美印关系是有一定局限和极限的 当下美印关系的核心还在我国身上 而这都是建立在我国会成为 霸权主义国家的基础上的 可能美印两国还拿不准 但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十分清楚 我国不会走霸权道路 因此美印联合的出发点并不牢靠 另外 印度与美国交好 也是总统莫迪的大力推进 随着莫迪退出政治舞台 印度还能将这条方针贯彻下去吗 换句话说 印度还甘心成为美国小弟吗 这都是未知数 这些理由不无道理 但短期看来 美印交好仍然是主旋律 可就在全世界都以为美印同盟下的新的亚洲体系已经建立的时候 美国突失冷箭 不仅打了印度个措手不及 也让我们大惊失色 今年年初 华尔街星登堡公司发布了对印度阿达尼集团的做空报告 星登堡公司是美国著名的做空机构 主营业务就是针对国际集团寻找营业漏洞 它曾对美国俄亥俄州某汽车企业进行做空 直接导致其高管全部辞职 企业也直接陷入绝境 而今年 它对印度阿达尼集团的做空可谓空前 和一般跨国集团不同 阿达尼集团对印度的意义十分重大 阿达尼集团是印度的大型企业 主营业务多样且重要 在基建 航运 空运等众多方面都有涉猎 它占据了印度五分之一的航运业务 三分之一的空运业务 阿达尼本人不仅是印度首富 更是一度成为亚洲首富 不仅如此 阿达尼还和莫迪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莫迪实施的众多提振国内经济的措施中 阿达尼一直重当实施者 印度需要基建 阿达尼就跑去做了基建 印度需要高新技术 阿达尼也紧随其后 因此 我们能够这样说 阿达尼代表了莫迪 而莫迪则代表了印度 从这个角度 星登堡对阿达尼的做空 可以说是美国对印度的制裁 在这份报告中 印度阿达尼集团 涉嫌股票操纵和财务欺诈 美国方面认为其股票 还有超过80%的下降空间 随后 美国穆迪和标普公司 下调了阿达尼的业务评级 让其丧失了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阿达尼公司的股票 也在短时间内大幅下降 此举直接导致阿达尼本人的财富急剧下滑 数额高达500亿美元 集团市值 更是直接被腰斩掉1000多亿美元 这个数字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 尤其印度这样领土广阔 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 其实并不算十分致命的打击 即便是对阿达尼本人 影响也是有限的 真正影响印度的 是美国金融制裁之后的事情 以及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做 前面提到 美印关系发展 不论是从现状还是未来 都是向好的 此时美国选择金融制裁 是比较蹊跷的 之所以如此选择 是印度的走向和美国想象中的并不一致 二者虽然有共同的利益 但印度并没有朝着美国计划进行 美国需要使用方法让印度就范 美印有共同打击对向中国 这不假 但美印努力的方向并不一致 对美国来说 希望自己能够在亚洲的控制力 进一步提升 同时限制我国发展 反观印度 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 他们一方面希望借助美国提升自己 在亚洲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提升自身实力 赶超我国 美国把印度当成工具打击我国 而印度企图利用美国这艘大船扶摇直上 目标一致 但实现的过程却是完全不同 这种情况下 美国不得不出手干预印度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 美国也确实做到了 作为绝对的世界第一 美国在金融方面占据绝对的主动 在华尔街的操纵下 印度经济陷入困境 在对外吸引投资方面 被做空的印度股票大跌 全然失去了投资者的兴趣 然而这并不是罪令印度难以接受的 还有更恐怖的等着他们 对于企业的做空目的 是为了让企业倒闭 但对国家做空而言 虽然不能够起到颠覆政权的目的 但金融打击的结果 却作用在了全国经济上 其中最显著的体现 就是印度卢比汇率变动上 其实从去年开始 卢比汇率就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些不同 当美国加息度过经济困境的时候 包括欧洲 我国 日本等国家的国内货币 纷纷出现升值 唯独卢比没有出现变化 当时印度错过了升值窗口 如今再次面对经济波动 卢比已经迎来巨大危机 而本国货币崩盘 几乎就意味着全国经济危机 加上印度还拥有很多短期债务 马上就要面临还债期限 美国选择这个节点 对印度做空 很难相信不是故意的 这时候肯定要有人会问 不就是美印方向不合吗 美国至于这样大局报复吗 就不能找莫迪 开个小会 假意威胁一下 相信莫迪作为一国领导人 也会明白利害关系 但是国际事务中 一切发生都有缘由 美国的举措 都是建立在大量事件上的 之前说到美印发展方向 出现偏差 但这并不足以让两国撕破脸 真正让美国接受不了的是 印度悍然不接受 美国的产业政策 我们都知道 随着我国发展 我国制造业得到了长足进步 美国此前将我国当成世界工厂 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 为美国打工 还限制我国自身发展 但他们不知道 中华民族的任性有多恐怖 在欧美军事打压 技术封锁的条件下 我们还是完成了产业链的升级 不再需要美国施舍 经济发展也更加独立 美国看我国已经控制不住 马上转头寻找新的替代品 领土面积同样广阔 人口甚至更多的印度走进事业 印度面对美国青睐也是十分欣喜 马上敞开大门迎接列强 可还没等美国高兴 两家合作没几天 美国就意识到了不对 印度阿三嘴上说的痛快 可真正落到实处 没几件事情办得成 并不是所有国家 都有我国这样的执行力和完成度 美国希望 印度撑起世界工厂的名号 让制造业能够从我国转移出去 在印度生根发芽 但事情发展没那么顺利 印度虽然劳动力众多 但真正能用的没多少 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教育 而且宗教信仰十分复杂 光是用功这一条 就没法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此外 印度政府的态度也十分复杂 他们既希望美国施以援手 让印度发展制造业 可莫迪又不想牺牲本国企业 在保护主义之下 美国的制造业到了印度 反而成了二等企业 工厂效果不高 还不算 竟然还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最关键的是 印度还希望保持绝对独立的产业结构 借助美国制造业发展本国企业 这绝对触碰到了美国底线 要知道 美国赖以生存的 就是核心技术配合海外工厂 打造其列强式的全球化 而印度的行为 显然有些痴人说梦了 如此一来 美国做空印度就顺理成章了 一方面是两国合作不畅 另一方面印度的欲望超出了美国底线 美国一直作为剥削者 如今碰到印度 居然想来个角色互换 这怎么能够实现呢 美国的霸道是一贯的 而印度也为自己的不现实付出了代价 印度如今面临众多金融难题 可以说只要美国想 印度股市立马就会崩盘 卢比也会迅速出现大幅通胀 其经济已在悬崖边缘 莫迪要想解决也很容易 无非两条 一是放弃挣扎 听从美国人的领导 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 坚定地以美元为导向 让印度成为美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产业上放弃自主 让美国制造业流入 成为第二个世界工厂 这样的过程是温和的 无痛苦的 只要印度无条件听从美国 相信印度的经济很快会迎来腾飞 但这样做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丧失了经济和制造业控制权 试问印度还算得上一个主权国家吗 另一个办法那就是自断一臂 彻底割裂与美国的关系 重新回到上世纪的状态 执行政治上的不结盟 技术上的自主 完全依靠自身力量 独立的代价自然也是巨大的 回想我国为了实现国内产业自主 几十年来承受了多少欧美的打压和威胁 即便今天我们仍然在承受着痛苦 莫迪作为印度一带铁血领导者 对外强硬是一贯作风 但也是他一手将印度带到了美国的怀抱 因此我们谁也说不准他会做出什么决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不论印度怎样选择 亚洲乃至世界都会发生动荡 幸运的是 我国在这其中并没有妥协任何一方 也没有牺牲百姓的利益 我们也因印度的精力警醒 帝国主义忙我吃心不死 只有我们足够强大 才不会陷入到列强的陷阱 只有足够自主独立 才能让自由和民主响彻中华大地